好 我们继续看 先来看课本 他说 那么从自修到身心清静来说 身且就是这个僧团 其实就是佛教团体 在佛陀当时 整个佛教是一个团体 佛庙现在就不止 我们有很多僧团 佛光山 中台山 非常非常 每个僧团不太一样 但是也可以这样勉强说 其实就是一个佛教团体 当时佛陀时代 所有的竹林金色的 麒元金色的 哪一个金色的 所有团体共同的戒律 那现在可能就不太一样 可是一般来讲 比如说受的戒基本上 还是可能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从现在来讲 南传 北传 战传 受的戒就不太一样 那这时候的戒律 也还是有一些差异 好 那他说 身且是我们得安乐清静的殊胜运 是桃显祝胜的大野鸿鲁 就是这个团体 从利他的弘良佛法来说 身且是推动佛法的集体力量 那基本上他就是团体的存在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 安胜办法就是 大家借着这个团体 正得这个解脱 那么不管是在家出家 那么能够得到 从这个团体里面得到利益 第二个就是这个团体 这个只要是身团 出家的身团 那么 肩负有弘仰佛法 注持正法的责任 因为这个团体他是专业的 他弘仿 他学习 那么他把这个佛陀的道理 那么透过弘仰佛法 透过说法 那么讲给不知道的人听 然后慢慢慢慢就有知道的人 开始觉得佛法很好 然后来出家 出家都是从在家来的 不是生出来就出家的 那么他为什么在家会想到成为出家 因为听到佛法 知道出家的好处 知道解脱的利益 所以他也要来成为 他要加入出家的集团里面 那么要少得到解脱 那想专业的修习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出家人就有弘仰佛法的责任 把佛法弘仰出去 所以是推动佛法的集体力量 那一群人来做这件事 所以叫做注持正法 注持正法成 生贤为三宝之佛法生 佛地址应该归于理尽生贤 所以佛地址里面 包括很多人来学佛 有时候不是因为佛头 而是因为什么 因为舍利佛 因为梦见人 因为妇罗那 他并不是都是因为佛头来的 早期是因为佛头没有错 可是后期的很多佛地址 不一定是因为佛头 因为舍利佛 因为梦见人 因为妇罗那 因为大家 然后大家来进入佛教这个生贤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 那么他说 生贤为 就是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 那么我们归于理尽 这个生贤 就是我们尊重这个团体 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学习 宗教的大众集团 本不限于佛教 好 那么讲到这个生贤 就是集团 就沙门团 沙门团 比如说 印度的六师沙门团 都是有身重的 但是为什么佛教的叫做生贤 身重就是出家重 但是他们不一定像佛教这样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规定 但是佛教的就是六合合的 六合的身团 安 和合 安乐 亲近 那么同样要断除烦恼 要正德解脱的 那每个生团 每个团体 都有他的规定 那么他们的目标 但是跟佛教的 可与其不太一样 制度不一样 目标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所以佛教的就是生贤 但是其实六师沙门团 我们就要来讲到一下 都有他的团体 他们都有团体的 比如说舍利佛目见年 原来是在这里 善若宇这里 舍利佛目见年 他有250个人 他的师父就是善若宇 毗罗尼子 他原来是加入这个身团的 他也出家 舍利佛目见年也出家 他是这个身团的 但是后来发现到佛教 佛头之后 就里面带了250个人 去加入佛教的身团 佛头的身团 这些都有 这个叫做六师外套 我们现在要分两个 就是佛教里面常常有一个 一个就是六师外套 一个叫做六派哲学 那这个不太一样 有些会搞混掉 六师外套是佛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那佛头常常讲 沙门 婆罗门 沙门 婆罗门 沙门 婆罗门 这经典里面常常有的 沙门就是这些 那么六师外套加上佛教 主要有七个沙门套 加上佛教 当时主要的七个沙门套 沙门就是出家人 沙门是出家人 他不一定是婆罗门 也有婆罗门 还出家人 但是沙门集团里面 主要是反佛头全文 反佛罗门 因为佛罗门是沙门 主要是他不认同 不认同废头的思想 施沙门是古代印度哲学非常重要的 然后沙门的进化就变成 后来变成奥运书 然后再后来就开始 从这个里面生出所谓的六拍哲学出来 非常多 尤其这两个 非常多 明暗叉 然后数论生命 你看大书里面 或是论典里面常常有数论生命 这个是佛头 大概是新生大概在五世纪的时候 佛头是西岩浅 西岩浅 四世纪到五世纪 西岩浅五百年 这个是佛面后两百年 不是佛面后 西岩两百年到五百年 就比较后面的 佛面后开始六拍哲学 然后瑜伽争 当时就瑜伽外交 但是就是说 这个大政杖里面也有 然后有一本 玄奘大师有翻一本素论的书 兼七十论 大政杖里面不都是佛教的 又外道的 就六拍哲学里面素论 圣论里面有一本 前生大师翻的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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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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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终就是圣论 圣论这个终端 圣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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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沙门 这个是反佛罗门的 他们是反废陀的 他不信废陀 他有各式各样的理论 然后我们来讲 他现在六四沙门团 他们都有 有一个教主 然后有很多人跟着 然后有信仲 都有的 然后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六四外道 一个是不然加深 他是无拙论 无拙论就是说 我们先理解 这四个 全部都是否定因果 没有月报 不然加上怎么说 你在恒河边 恒河的南边 杀一千个人没有杀业 在恒河的北边就一千个人 没有善业 没有恶业没有善业 否定道德 否定因果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讲证件 四种证件 第一个 他们都是针对这些人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四种证件 我们把这个插掉 六派哲学跟六四外道 那六派哲学是 这个主要是 这个伯罗门 信费统 那这个是佛编用才有的 那分开来说 我们先来看 佛讲四种证件 主要是针对这个人 四种证件 四千四种证件 那么证件有善有恶 不然加色就是说没有善没有恶 你杀一千个人不为恶 就一千个人不为善 没有善就有业 然后第二个有业有报 这些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然后这些业成熟都会受报 恶有南边就一千个人没有善业 恶有北边杀一千个人没有恶业 有业有报 那么有过去有未来 这些业会产生影响 那么会在过去的业现在产生影响 现在的业未来会产生影响有未来 业果有三世就是业果通三世 第四个有凡有圣 有凡夫有圣人 那么四千四种证件 主要很多都是针对六四外道 邪见 那么尤其是六四外道里面有试判 有试判 强调 没有业报 没有因果 四个圣是没有善恶 那这个是我们说无作论 一切的行为照做都没有影响 也没有意义 布兰伽舍 还有一个默且礼 默且礼 默且礼拒舍礼就是默且礼 默且礼是宿命论 宿命论是什么呢 你努力修没有道德佛进道德 你持戒布施忍入 你不会比较早解脱 你杀人放火 不会比较晚解脱 大家都一样 八千解或是八百四十万解之后 大家一样都得解脱 你苦行 你苦行也一样得解脱 你不苦行也一样时间到就解脱 时间不到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一切都是已经决定好了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任何力量 让他快一点 让他慢一点 没有办法 这个叫宿命论 一切都是过去已经决定好了 你再怎么努力是没有用的 所以也否定你造善有善业 善业有影响 你可以升天 那你可以你努力精进就可以 比较早解脱 你不努力放异 就可能比较晚 没有 最后都一定可以得解脱 但是不是你人可以透过努力得来的 没有 所以也没有英国月报 那这个就 这个就一样 阿齐多 主角讲说阿齐多 赤舍亲伯人 就阿齐多 不然加色莫接离阿齐多 阿齐多就是唯物论 唯物论就是断灭论 断灭 唯物论就是死了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精神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这个还强调有灵魂 死后还是可以的 但是是已经决定了 你没有办法 人为造作 这个是人 就是现在的共产党也是唯物论 一切都是物质 死了之后成亏成 土亏土 没有灵魂 哪来的 哪来的什么解脱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断念 没有前身 没有后世 没有 就这一次 这一次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完全消失了 这是唯物论 一样啊 你造了恶业 你升天 哪有没有升天这件事 没有下定义这件事 没有短命多变 没有富贵 没有下辈子 你可以怎样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 这个是唯物论 阿奇多 另外一个 佛福陀 它是 它是这个原子论 原子论就是说 人的生命是由七种元素组合成的 就是地水火风苦乐命 这七种元素 地水火风苦乐命 那这七种元素 他提出很奇怪的理论 他说 你杀人 你没有真的杀人 为什么 你只是把刀穿过原子之间而已 你没有真正能够杀到他的命 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只是刀在原子之间这样进出而已 反正他也否定英国业报 他也 这四个都是否定英国业报的 否定道德的 你努力 你精进 你持戒 布施 这些 这些没有什么作用 好 那这四个 所以你看佛陀 佛陀基本上政界 都是在认为你印度当时的思想是这样子的 其实中国跟这个佛陀那个时代 孔子那个时代差不多 差不多了 但是孔子那个时代 叫做诸子百家 一样有维吾论 但是维吾论没有发展起来 维吾论是在最近共产党受到 法克斯主义的影响 维吾论才发展起来 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 维吾论都没有发展 但是那个时代就有维吾论了 就有维吾论了 就有人提出维吾论的思想 是没有发展出来的 后来就 形成维吾论才形成文化大革命 那就是打砸抢一些牛舌鬼神 那些佛像啊 那些祖先牌位 什么都弄到 都弄坏掉 那这四个 这四个是佛陀道的 这六四外道 他们一样有生团 又有理论的 那这个是善若你 那这个 这个就是舍利伯目见人的师父 他就加入这个团体 他没有佛陀道的 但也没有肯定 他就是很有名的四句论法 叫做搅乱论 不死搅乱论 有时候叫做捕曼论 曼语论 华语论 反正有人叫做华语论 他就是四句 我们常常不是在讲 离四句绝百回吗 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 有 没有 没有 有没有 亦有亦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这个是他们提出的理论 就是凡事 都有这四个 不能决定他是有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亦有亦无 有时候非有非无 你说有没有业 有 没有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他没有肯定 有没有亦无 可是他也没有否定 他有时候说有 有时候说没有 有时候说亦有亦无 有时候非有亦无 他没有肯定 有没有业报 有没有苦 有没有热 有没有解脱 他说认为 他说认为我们一切知道的 都是主观的 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的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决定一个肯定的答案 所以说搅乱论 他说曼语论 曼语论 很滚语论 抓不定 他就是这样 可是他中 他也中这个 他也中知识 但是他的理论就是那些 这样 所以叫做 他也没有否定道德 这四个都是否定道德的 否定道德的 但是他也没有肯定 有业报 也没有肯定这个 好 现在这个 尼箭头 齐破皮子 就是尼箭子 齐纳将 这个跟佛教的关系最多 那么他的理论跟佛教的关系 比较相近 他是二元论 二元论就是 他这个是七元论 这七个元素的 地水火风苦热命 那这个是二元论 就是命跟非命 就是有灵魂 有灵魂之外的时空啊 物质啊这一切非命 那人本身是本来清净的 本来清净 但是因为受到了这一些的污染 才染上贪欲 所以才有沦为受苦 那你现在透过苦行 把这些业力驱除掉 恢复本来的清净 所以要透过苦行修炼 他们很重知识 很重修行 强调道德 但是某一些说法 有一点点也是宿命论的 而且是本来清净的 跟佛法的元论又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讲的很多道理 跟佛法的技师相近 那这个是一件子 他们重苦行 重修行 而且重知识 重知识 也重智慧 这个算是比较有讲夜报 这个不肯定不否定夜报 这四个都否定夜报 否定因果 所以佛法的政见基本上 其实的上 都是在跟对峙这一些的 印度当时的这一些沙门婆罗门 就是在釐清很多正确 就是实际上他们讲的那样 就好像说 我们说这个地震是地牛方生 现在的科学的讲法就不是地 就是地壳变动 他就不是这样子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宗教的大众集团就是团体形成 那么这个本不限于佛乡 印度有六师沙门统 这个都是沙门 沙门婆罗门 婆罗门就六派哲学了 沙门就是六师外套 婆罗门就六派哲学 那这六派哲学是佛没有很久才有的 那六师外套是佛当时就有的 就我们稍微把它分开 不然有时候会混在一起 好 那么都是有僧众的 但在各教的僧众中奉行佛法的身体 最为尊胜 所以所有的团体里面 所有的沙门团体里面 佛教的团体是最尊贵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才会说 归依佛两足尊 所有的人里面最尊贵的 归依法 归依佛两足尊 归依法礼遇尊 在所有的修行的方法里面 礼遇 这个是最殊胜的 归依尊重中尊 重就是团体 所有的修行团体里面 佛教的修行团体和和声 这个是最尊贵的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称为重中尊 归依佛两足尊 归依法礼遇尊 归依身重中尊 好 接下来看 敬身莫喝身 亦莫衡量身 随不修行者 住持正法称 好 生保为归依的对象 所以特为在家的信仲 说辞送 这归依三宝里面 特别 导师 这个是导师说的 特别为在家众 说这个近身莫喝身 这一段 他说 这个 在家的信仲们 应该尊敬身前 就在佛教团体里面 尊重出家的身前 身团 或是内心的沉浸 或是语言文字的赞叹 或是身体的礼拜 就深口义 深口义 他基本上 那 道科话说 这个 你看福贤十大院里面 前面三个就是三宝 这个 以见诸火 称赞如来 广修共养 这个 这前面几个 基本上都是尊敬三宝 那么 所以 他讲到秉承身重的意思 为彼丘身福 随身重所需要的随分随力 以衣服饮食医药传服日用品来供养 那基本上就是四宝共 四宝共 佛陀时代 我们说过 出家跟在家的交集 就三个 那一个 就是彼此有接触的 基本上就是三个 那么就是 就是生贤跟 就是团体 你在佛教团体里面 那么第一个 就是这个 供养 四宝供养 这供养是四宝供养 那基本上是四宝 是哪四件事呢 饮食 饮食 这个是基本的 饮食衣服 饮食衣服 过去 医药 那这个是 这个是平常的 饮食是每天要的 衣服就不是每天要了 衣服是破掉了再给 一个人只有三件 等你破掉的时候 人家在供养你 所以你还没破掉 你不可以 不可以多 不可以换 那卧具也是一样 卧具包括 就是 座具跟卧具 就是一块泥斯坦 或是床 或是怎么样 后来有试验的时候 就包括 有试验 就是盖房子 比如说 这个波斯利王 或是 品博索罗网 就盖这个 左领军社 或七领军社 就是他们盖的 盖了之后 然后给出家种树 那么这些是 一些像卧具 衣服 你刚出家的时候 有衣服 衣服穿外交的 才有在给 这个都是 久久给一次 久久给一次的 那医药是 有需要的时候给 那常常给的 就是饮食 要脱脱 每天要的嘛 那一天一次 有的两次不一定 那重点是饮食 那衣服 握去 这个不是常常 不是常常 那这个是 供养 供养 那你会跟 在家出家会接触 那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 在家财师 出家法师 以财供养 在家以财 就是饮食 以财供养 要施给僧众 就是僧团 僧众 出家人 集合在一起的 那么出家 以法 法师 以法 教导这个在家财 那么这些在家财受到的 薰导 也许他也想出家财 变成出家财 就这样一直一直 循环 那这个是 这个是供养 那第二个 我们说过 文法 前面就文法 那文法 有时候请出家中 来家里 说法 有时候去试验 听 听这个佛容 或佛弟子说法 这两种 第三个 就是受戒 那么受戒主要是 五戒跟八戒 五戒跟八戒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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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戒是一辈子受一次而已 五戒就受过一次就进去若受 八戒 那有些 有些再加上三 五戒都是三规的时候就受了 三规就直接受五戒 那现在是分开了 以前都是三规就受五戒 你来龟一就直接受五戒 没有说龟一不受五戒的 没有 三规就五戒 你没有说我要跟佛学习 但是我要杀生 我要说到 这个你跟佛怎么学习 没有 但现在就分开了 三规五戒 八戒 五戒就一辈子受一次而已 那八戒在戒不是 八戒在戒是一次只受一天 八戒在戒是出家人 在家人修出家法 那一般是六戒日 这六天可能是印度的节日 六戒日 受 反正就过七天了 初一到初七 初八 初八再加七天 十五 那如果有时候是十四 十五再往前一天 十四十五 这个很好算 那就过七 七的呢 第八天 第八天再加七就十五 然后两天连在一起了 所以十四十五 初八十四十五 那十五再加八 二十三 那二十三在最后两天 二九三十 人生就这样 二八二九 其实也蛮好算的 那这个就是六戒日 那受八戒在戒 那这个是常常受 受受受 那这个是受戒 大概就是三个 那供养就是四次供养 饮食衣服 过去医药 那常常的就是饮食 主要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随分随利 衣服饮食医药 床夫就是过去 那后面要加上 总统这些用品 对于生重千万不可生轻慢性 就是你比较自以为是 近代中国信佛信法 敬佛敬法的还有 而信尽生且的实在太少 就是应该是说 殷孙导师那个时代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出家众 他慢慢他觉得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 出家众只会送信 你在家众好一点的就是 你会送信而已 那这个其实有很多人 很多在家的人也不会恭敬你 但是这里讲的就是说 就算他没有那么好 他能够出家 这一点就值得你尊敬他 但是有一些人也没有办法升起工学肩 所以为了 因为我们是尊敬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那么他个人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是28岁才出家的 以前我也做过 我18岁就开始学佛了 所以十几年 大概也有十几年的时间 都是做在家做的 那我们有看过非常多的出家众 那时候看我们的出家众 但是好不好 我们心里有数就好 我们也是 第一个我们也不影响他怎么样 我们也依然恭敬他 依然恭敬他 但是你要怎么恭敬 要怎么恭敬 那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 你也不用告诉他怎么样 那这个是 那个时候我大概也差不多知道 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怕 基本上也怕 所以也就是说 还是秉持着 就是说 他好不好是他的事 但我们愿意付出多少 那我们决定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恭敬他 只是这样 那只是因为我们恭敬佛 尊敬桑法 就好像自己家里的人 你自己的父母亲再怎么不对 也有不对的 父母也有不对的 他再怎么不对 我们也知道他不对 但我们也不会去到处宣扬他不对 所以佛人就跟我讲我爸爸都怎么样 我妈怎么样 也不会这样讲 因为他毕竟是什么 我们的父母 他再怎么不对 我们理解 但我们也不特别去 我们不会因为父母亲不好 不对 我们就不恭敬他 也不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观念 好 所以导师在宣扬也是这种观念 这个基本上对自己本身有好处 有好处 所以他说千万不可生轻慢心 他说静待中国 因为导师那个时候是在中国的 后来才逃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才过来台湾 他是这样子的 那 他说 或是但归一 但静归一师 或是静一两人 那么三宝的归静不具足 难怪佛宝的西越功德 不易生长起来 他说 一般我们归一生就变成 只是归一个人两个人 比如说 我们只是举例 比如说 在这个僧团里面 大师只归一大师 只是敬他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 比如说 我们只是举例 比如说佛光山 心灵大师 我只相信心灵大师 其他心灵大师 底下那些佛弟子 把他放在眼里 这样其实不对 因为生是一个僧团 你要尊敬同等 你不能够只尊敬佛头 舍异佛目见人 不放在眼里 不是这样 他生是何何生 是这个僧团 你是皈依这个僧团的 加入这个佛教的团体 而且你是团体的一份子 那你要同等尊敬这些长辈 那其实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很多人所谓的皈依就是 我是皈依谁的 比如说 我是皈依心灵大师 我是皈依正元法师的 我是皈依某某法师的 不是 你是皈依佛教的生情 这个团体的 你不是皈依某一个人 你皈依三宝 那个人不代表三宝 那个人是生前里面的一份子而已 所以他这里讲 他不是一人两人 因为他是整个佛教团体 所以当我皈依三宝的时候 所有的出家人 基本上都是我礼敬的对象 因为他是三宝里面的一份子 那么所以佛法的稀有功德 不亦生长期 因为你没有做到这样 所以你这种佛法的功德 你就没有生长期 你不容易 你不容易有皈依三宝这样的功德 因为整个佛教 他是一个大圣团 是一个大圣团 好 我们往底下看 身重这么多 当然龙蛇混产 那应孙老师在讲这个道理 纠正我们容易有的一些错误心态 我也做过在家做法 我也知道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就读很多书了 我就看过很多 就开始看很多书了 但是即使我知道 我们也去问 师父怎样 我觉得他答的不对 我们也不会说他怎样 我们不会 我们只是心里知道 好 那说当然龙蛇混杂 那么有圣身也有凡身 当然凡身比较多 圣身比较少 佛陀 佛陀时代 一开始圣身比较多 后来慢慢到佛 到佛晚年的时候 凡夫年比较多 所以有人就跟质疑说 佛陀没有自戒的时候 很多人都一听佛法就得解多 佛陀反而自那么多戒 很多人都没有得解多 凡夫生越来越多 圣身越来越少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不是这样 不是因为有自戒 所以人不容易得解多 而就是因为人烦恼多 那你没有跟他自戒 是因为他有烦恼才要跟他自戒 不是因为自而戒 他烦恼变多 不是 所以龙蛇混杂 本来就是这样 有圣身有凡身 有持戒亲近的 有悔戒不近的 很常见 在家弟子们 如见有不亲近的 不合法的 应该承认这是出家人的生事 那是生反的事 生反自己解决 自有生且依照一定的规定去处理 那么这样的其实现在 因为现在比较麻烦 因为以前 以前是你出家你就应该住生团 你就算没有住生团 大部分都住生团 只有少住很少不住生团 像大家说这一种 他自己头头血 他自己阿兰若住 他也不住生团 他自己别住 他就不太住生团 但是很少 基本上都在生团里面住 你不住生团的很少 所以他生团一定有生团的规矩 你犯了迫事 一定会受到生团的处罰 而且他有强制性 现在比如说像现在就没有了 那你在做这些犯科的 生团里面他没办法 因为生团的戒律 法律也不承认 而且他是照法律 也不是照你的戒律 那你像宗教上都有这个问题 你像泰国 泰国他就比较遵到佛法律 他有一个 有一个类似像升官制度 就是说出家人里面的比如说身亡 出泰国的身亡 他有一套生缺戒律 你如果犯了戒 在家里去选取 先依生缺的戒律 处理 如果你犯了很严重 舍掉你的身缺的身份 抽掉你的袈裟 那个时候你就不是生缺 你就是 你就是世间人 然后再依世间的法律来治 他们就有这一套 因为他们有强制性 生团开会 这个几个张导的长老 开会 某某人 某某泰国比丘 泰国实在比丘也出很多事的 某某比丘 他就违反戒律 经过申反开会 撤除他的申请 申请身份 好像开除他的国籍一样 撤销他的护照一样 然后他现在就没有具有申请身份 然后开始以世间的法律来办他 要官 要怎么样 要判刑 像台湾是没有的 那回教国家有些都是要 像前不久不是闹出一件事 新闻 我看文来的政府 要用回教的律法 同性恋 要用石头把他什么样 打死 再抗议 而且可以 这种宗教律法那么残忍 但是他们就要造宗教吧 就是 那这个就是有很多 也是有很多问题 那佛教那个时代 佛陀那个时代 第一个佛陀有威德力 有威望 那么很多国王都扶持佛陀 你像那个央爵摩托杀了人 照理来讲 国王抓到他 要去判死刑 可是后来他因为出了家 那个时候国王都尊重佛陀 一旦进了身前 国王的法律不能凝驾在佛陀的法律 戒律上面 所以要先问过佛陀 佛陀处理了 已经进了身材 你就不能再抓他了 所以后来就有遮难了 要出家之前 就通过国王一下 第一个 你有官职的不能出家 第二个你逃债的不能出家 第三个你犯罪的不能出家 那不然就会产生冲突 世间的律法法律 跟出家的律法产生冲突 那他又尊重这个律法 他又不能到僧团去抓人 可是他犯了法又不能不处罚 所以后来就有这样的规定 那这个是假 就是说 但是现在就比较有问题 现在没有办法这样 但是即使是没有 我们也稍微尊重 就出家人的事 出家人自己去管好就好了 那比如说他们生软 比如说佛光山生软的事 佛光山决定就好了 那此际生软的事 此际的生软自己决定 那大家管好自己就好了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的能力 那出家人的事 出家人自己管好 比如说佛教主时间到了 我们在这几分钟 佛教主不用管到佛教 佛教不用管到基督教去 你连像这样 在家人不用管到出家人的事 连像这样 所以他说假设有不亲近的 不合法的 要承认这是出家人的身世 自有生且依照一定的规律去处理 那么切莫随便喝悔就是毁谤 那么佛教怎么样 这个身材怎么样 因为一个人这样 不代表全部人都这样 那你骂人就把所有人都骂了 然后是喝悔一人或数少数人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 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还会再讲 那我们到底如果看见有不如法的 不合法的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那这个其实是也蛮多问题的 那现在在炒宗教法也是这样 那就是说世间的律法跟佛教的宗教 那怎么样取得平衡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说 大家合掌合相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大